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介绍一期Doker的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了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oker Play with Docker Lives on Web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有好多朋友看我这个Doker的视频 他也想自己手动的敲一敲试一试 那么他需要在他的本机 安装一个Doker的程序 客户端 对吧 其实是这样 Doker的客户端可以在您的本机安装 问题是 他有可能和您本机的一些软件发生冲突 比如说Virtualbox 比如说VMware 对吧 甚至说Microsoft的WSR 都有可能发生冲突 那么该怎么办 咱们又想实验这个Doker的应用程序 同时还不想和本地发生冲突 我还想学Doker怎么办 一般像我 一般在Mark上做 或者说我自己在一个虚拟的Linux里面做 对吧 您看我以前的Doker课程都是这么做的 其实我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非常简单的可以实践Doker的方式 咱们通过Vive浏览器的方式 运行Doker的容器 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马上学习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知识点 大家请看 今天我们要在外本浏览器上运行咱们的Doker容器 和咱们本地和咱们用Linux 用Mac用Windows运行都是完全的一样 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网址 您通过这个网址 就能够打开一个虚拟的Doker的容器 在里面可以做任何Doker想做的事 好不好 咱们就实验一下 这个是Doker官方的一个服务 我认为是非常的不错 今天推荐给大家 好 大家请看 这个网址我已经打开 就是这个网址 然后如果您要想使用它的话 您要拥有一个Doker的ID 好不好 在这个地方 选择login登录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使用 就登录一下 我其实已经有官方ID了 我到这敲一下 登录成功之后 大家请看 登录成功之后 然后咱们就点击这个按钮 进入Doker的 它后台给咱们做的虚拟化容器 咱们一起来试一试 Go 点击正在进入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后台 一个非常简洁的容器的界面 我把它最大化一下 好 大家请看 左上角有一个倒计时的时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咱们这个容器 因为它是后台给咱们开虚拟机 对吧 这个虚拟机 最多让咱们使用四个小时 然后系统就回收 如果您要想再用怎么办 没关系 再开一个 对吧 这就保证什么 就保证您不会独占一台服务器 这和Google的collab有点异曲通工 对吧 就是您可以使用我的资源 但是只用使用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之后就吃放掉 您要想再使用 那你就再low in 再使用 这都是无所谓的 对吧 保证 保证每个用户都能够公平的使用资源 而不会被某些个用户独占 这是它非常好的机制 我那是非常的喜欢 好不好 OK 咱们看一下 这是关闭session 然后这有一个设置 这个是用到Doker SWAM的技术 这个我在想 因为它是 你看它有管理节点 有Walker节点 这个是我在想 今后是给您讲 SWAM 还是讲K8S 我现在还没想好 但是它这个容器 也可以实现这种集群管理 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小小的一个浏览器 居然什么都能做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这个按钮 是做一些设置 这个咱都不动 我现在用的就是Mac 都不动 好 然后咱们闲人扫去 马上就干 咱们点击这个按钮 干什么 建一个Doker实力 书干就干 马上开始 Go 正在建 大家请看 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Doker Linux的容器 但是它是沙箱机制 咱们只能做一些 咱们该做的事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就做 都能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前几期 一直给您做的是NGX 咱们在这 咱们再安装一个NGX 什么都能干 什么都能干 Doker Compose 什么都可以 完全都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下载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当然这个 当然这个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它的 我下载这个NGX的 这个AirPan 本来就是很小 20多兆才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下载完成 才21兆 22兆吧 对吧 OK 然后咱们可以像平时 使用这个NGX 镜像一样 可以完全的使用它 没有问题 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现在如果要在这个虚拟机中开一个端口的话 它会怎么样 咱们看 咱们大家看我鼠标 一会咱们大家看这个位置 会怎么样 注意看 我现在运行了 运行完之后 大家请看 这位置会多了一个80端口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Docker 在这个容器当中 咱们开了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占了80端口 哎 这就是它可以让咱们本地调试 我把流感器再最小化一下 那么因为咱们开这NGX 对吧 它就会在咱们这个虚拟机中 暴露一个80端口 当咱们点击这80端口的时候 大家请看 就能够调试咱们开的这个服务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说如果您没有就是说 我本地不想专业Docker 但是我还想学习 我还想手动实践一下的话 非常的推荐您使用这款 Play with Docker这个web服务 我认为是非常的好 今天专门做视频 推荐给大家 好不好 OK 然后如果说您不要了 这个流感器我都已经做完了 这个工作我做完了 我特别想 我已经实现我的学习的目的了 怎么办 点击这个删除 简单的就能把它给释放掉 好不好 释放完之后 咱们关闭这个session 回到咱们login的画面 大家请看 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工具 是个非常好的 学习Docker的工具 推荐给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实验一下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